更多有声读 请在微信 LVNCE9113 演播 此今 明朝败家子第190章 太子贤明 暖阁 外头的雨水 犹如水连雨木 洪志皇帝副手 娇着等待着 这两个家伙 还没有来吗 洪志皇帝气得牙根痒痒 可又转而驻足 不禁有些担心 这么大的雨 地上这么多金水 此时赵他们入宫 是不是太为难他们了 不会出什么事故吧 他坐下 已有宦官来回飞报 自东宫的情况 方济凡和朱侯赵 肯定是坐着车架入宫 到了五门之后 要步行 而刺探情况的宦官 也是飞马至紫禁城 在小跑着进宫 所以他们的速度 更快一些 见一个小宦官 浑身湿打打的 冷得颤颤的入阁 说 陛下 奴婢有造 洪志皇帝 微微皱眉 太子和方济几番 这般入宫 岂不是也临城落堂极了 是否格外开恩 准他们坐着车架入宫呢 他们毕竟还是孩子呀 正在长身体的时候 可这念头转眼之间就消失不见 不可 不能惯着他们 方济番的门声 好了二家监士 还被打得死去活来 求了雨就了不得了 就给这么大的关照 从前就因为这太子过于宠溺 才飞扬跋扈 成日惹是生非 这都是惯的 于是他气定身闲 看了一眼左右贵座的 刘健 李东阳 谢谦 以及萧静和牟宾 无人 默然无声 有点发懵 到了他们这个层次的人 显然不认为 大明真有仙人帮助 倘若世上真有呼风唤雨的仙人 仙帝怎么会练那么多年仙药 结果还是驾崩了 若有人真的可以做到呼风唤雨 那还要自己做什么 请个人来呼风唤雨 不就过太灭安了吗 可事实就在眼前 事上当真有此巧合吗 所以众人都看向来奏报的宦官 洪志皇帝急切地说 说 求雨的道人叫李朝文 乃方极帆失职 这个 洪志皇帝事先知道 不过 这个叫李朝文的道人 洪志皇帝早就忘了 到了午时 虽是李朝文 虽是李朝人做法 可雨水依旧颗粒未下 太子殿下突然滔滔大哭 洪志皇帝绷着脸 这太符合自己儿子性向了 却不知又在做什么怪 小宦官继续说 太子殿下悲痛欲死 说上天不忍 百姓苦不堪言 他身为太子 如坐针毡 痛不欲生 若是上天要惩罚大明 太子殿下愿以死而谢上天 只尽上天能降下雨水 拯救军民百姓 当时太子殿下真欲去死 幸得新建伯偏死拦住 而后天降甘露 詹师傅上下 巨多感慨 众人皆哭 转眼之后 大雨倾盆而下 啪的一声 洪志皇帝忽然而起 这一次连他也已经失态了 他狠狠排着御案 站起来 死死地盯着宦官 当真如此 千真万确 消息一传开了 洪志皇帝抬头 看着方梁 眼睛通红起来 嘴唇已在颤抖 刘建诸人 道歇一口凉气 而萧敬和牟宾对视了一眼 心里似乎了然了什么 露出了狂喜之色 太子殿下 贤明啊 当今之事 不必往朝 陛下的心思 作为宫中第一宦官的宵敬 怎么会看不透呢 历朝历代 太子都是苦命活 你必须得鲜明 却又不能鲜明 君臣父子之间 固然有骨肉之情 可是有互相戒备和提防 可唯独是在洪志朝 这些根本是不存在的 当今皇上只有太子一个儿子 当今皇帝不只有太子一个儿子 而是将自己所有期望 都放在太子殿下身上 而今皇上这辈子 也只有一个妻子 连一个嫔妃都不曾有过 此等适都之情 可想而知 他对家庭的责任感 远超任何的帝王 所以在任何时候 皇帝或许都害怕 太子羽翼过于丰满 都害怕臣民对太子过于热爱 可在当今 殿下只恨臣民们 对太子还不够热爱 恨太子殿下贤明的不够 这一场滔滔大哭 这一次的寻死密活 瞬间将这求雨的功劳 落在太子身上 而不是一个道人 太子为皇帝分忧 这是孝心 太子殿下 不忍百姓受干旱之苦 这是贤明啊 就在一个时辰之前 百姓们还被人煽风点火 表现出对朝廷的不满 而现在 一旦此事流传 不但太子殿下 爱民的形象树立起来 也将这上天之子 受上天眷顾的事迹 传播到云内了 所有流言蜚语 一切的造谣生非 只在瞬间不攻自破 红之皇帝 怎么能不激动啊 殿下 仁德至此 臣民若知 无不欢送 恭贺陛下 萧静败道 你看 一场大雨 那诸侯赵和方济帆 将整碗功劳 愉快端来去 而萧静 也想跟着喝一口糖 某斌 亦是不敢犹豫 恭喜陛下 刘剑等人 纷纷喜笑言开 太子殿下 真是愈发 有明君气象 当然 文臣和常卫的解读 却是不同的 刘剑 谢谦 和李东阳 更关注的 乃是太子的表现 本来 这是一场 私下里面的奇语 说实话 百官对此 都是捏着鼻子 绕着路走 可现在看来 这也不是一场 纯粹的奇语活动了 这奇语 更像是 高天罪起 以太子的名义 向上天承认 自己的舒适 接着便是 万方有罪 罪在镇宫 请上天 只责罚自己一人 非常标准的 罪纪模板 教科书式的便饭 那么 这对于刘剑等人 就有新的认识 会笑的女孩 运气都不会太坏 啊不 对文臣们而言 懂得认错 和罪纪的皇帝和处居 都不会太坏 刘剑激动的 看着洪志皇帝 洪志皇帝抬头 看着房梁 似乎是因为失态 所以不愿在臣子面前 失忆 他猴头 似要堵住了似的 敬了清嗓子 猜说 很好 太子办事 真可以放心一些了 自然 知子莫若夫 太子是什么尿性 洪志皇帝 怎会不知 那宦官不是说得 很明白吗 方济帆 眼疾手快 将太子一把抱住 这才没有酿成大祸 洪志皇帝 心如明镜 他心知 而今这一场急事雨 所有的称颂 所有的功劳 粉碎了丐帮阴谋的 一切一切 而今都挤在 诸侯赵的身上 方济帆 也很好啊 情绪激动之下 洪志皇帝 没有用太多词汇 去夸奖包赞 洪志皇帝 看着暖阁外的 瓢泼大雨 更显焦虑 他们 还没有来吗 诸侯赵和方济帆 二人 到了五门外头 便下了车 步行 虽然迎接的宦官 早给二位 预备了缩衣 可方济帆 依旧冷得颤抖 搬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啊 雨势球来了 自己 却成落汤鸡了 诸侯赵 见方济帆颤颤 他毕竟自有其设 身子结实 老方 冷吗 本宫推给你 不要 方济帆心中笑 你这盲袍 我敢穿吗 要不要 你靠近一些 本宫捂着你 方济帆迎着风 踩着金水 脚步更快了 猪后照 急不追了上来 你看这雨 这是我们求来的吗 哎呀 真的好啊 到现在 他还不可置心 随时临乘落汤鸡 身上缩衣 被雨浸得沉重 却是乐了 方济帆 没有理他 好不容易 赶到暖阁的外头 一面等宦官通报 一面脱下 斗笠和缩衣 可衣衫 却早就湿透了 连头上挽着的发迹 也都被打伞 劈在脑后 于是勉强 整了整衣冠 便听里头说 请太子殿下 新建伯 速速敬见 二人入乱暖阁 立即成为 阁中之人的焦点 洪志皇帝 见两人临乘落汤鸡 方济帆捂着鼻子 差点要打喷嚏 便皱眉 说 先去换一身干净的衣衫 还有 烧地龙 夏日 洪志皇帝 是舍不得烧地龙的 这暖阁之所以是暖阁 正是因为他的夹墙和地底 都设置专门的烟道 一到冬天 便开始烧炭 大量热气 则地底和夹墙中冒出 再寒冷的天气 这暖阁里头 也能温暖如春 只是这样所需的燃料 十分巨大 一般时候 洪志皇帝也舍不得烧 黄论现在这个时候了 他是个极小气的人 难得今日大放一回 于是方济帆和 诸侯赵二人被领到偏殿 换上一身干净的衣衫 这才又回到暖阁 这一下子舒坦了 方济帆焕然一心 行了礼 臣方济帆 见过陛下 吾皇万岁 一旁的诸侯赵也行了礼 可情绪好不容易平复的 洪志皇帝 显然没工夫打理诸侯赵 而是盯着方济帆 一字一句地说 此语到底怎么回事 你细细抱来 方济帆深吸一口气 他心里知道 对外头的人是一套说辞 可到宫里 站在这里的人 都是天下最聪明 见识 最远助 最卓绝的人 还用那一套来解释 可就说不通了 臣遵旨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百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四斤 《明朝百家子》 最有限博主